中文庫 我認為安全帶國區域甚麼都有 相對方便 不關於社區感的區域 問很多本地朋友 他們未必會介紹 例如很多香港人喜歡的 Colindale 或 Sutton 大部份是 Young Professionals 例如我認識的英國發展商 如果你跟他們說我現在搬來英國 他們很多時候會想想一下 Clappham 或 Eastlington 所以當時我來首選的兩個區 是真的看這兩個區找租貝 今天想看看Clappham 不是很多香港人知道 但我覺得是倫敦其中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區 我剛才在Victoria Station乘搭過來 五分鐘就到了 難怪這麼快 我們今天會去哪裡 我們今天就是去這裡 很近 好 現在我身處這個位置 就是One Clubham Junction樓本的位置 我身後面這些房子 基本上都會拆開 之後就會是One Clubham Junction 新的建築 在我後面的街道 就是One Clubham Junction火車站 所以到時其實在屋苑 一走出去一分鐘就可以去到 Clappham Junction火車站 好 我們現時身處這裡 就是One Clubham Junction的位置 看到這裡有幾棟 是Existing之前已經建好了 之後會落成的 就是你看到後面這棟 舊的房子就會拆開 這裡會一直延伸出去 就是屋苑 然後後面就會打通 可以去到Clappham Junction火車站 你看到這棟建築和建築中間 這條路都是非常寬闊的 所以整個屋苑裡面 基本上都是一些地圖 有一個小公園 在屋苑旁邊這條 residential街 如果你是駕駛一些電動車 這裡已經有電動車 有幾個 所以就不用擔心充電的問題 在屋苑一走出去 就是Wants of Common 在這裡一路下去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園 所以基本上在屋苑一下來 你可以放狗 駕駛車和散步 就已經有很大的棟建築 好 其實在Clappham裏面的新樓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因為這裡屋苑基本上是Town House 這裡可以說是為了一個 大型新樓 就是我身後的 由這裡一到街尾 就是High Street 就是馬山路 我們現在由這裡走到High Street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兩分鐘都不用了 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去到這裡 基本上是High Street 這裡是St John's Road 下面就是Fort Coat Road 下面就是Fort Coat Road 在這裡左邊就是Clappham Clappham 就是Watthel 另外就是馬山 就是 304 去場裡 然後到這裡 hacerlo都有 電信公司 廚師 幢卓師 廈舍 廓廳 全部都有屋房 這裡一路路下去 karate 就是秋房 Steueriche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康慈的 现在Prisis周间也在这吃采访 后面的餐是专义吃了Latto 在Paris的时候也吃了这个排鲜 很美味 在London也不太多 這裏除了 這裏除了巴士線 這裏有 這裏有八條巴士線 是否可以補充公司 可以補充公司 這裏有個巴士可以補充 所以如果補充公司 就補充公司 可以補充公司 尾站可以補充公司 下面裏可以補充公司 Rimbauden 下面裏可以補充公司 真的很方便 這裏有三三七 可以補充公司 這裏可以補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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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去Vlade City 這裏可以補充公司 可以補充公司 這裏可以補充公司 已經補充公司 這裏是其中一間最壞店的 Veig 因為有很多外套間裏 如果是星期六日 有養狗的裏 那裏會照顧小朋友 我和狗一起坐在這裏 坐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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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不是只有咖啡店 在這裏的場景都會有些坦蕩 我身頭這間就是買韓詩的房子 所以就算你一到街HIGH STREET 就已經可以買到新車 還有這裏 還有一些 主要煮芝士 或者新鮮的食物 好,在Clapam除了多café之外 最多是寵物和嬰兒車 因為這區有很多年輕家庭居住 所以從街頭到街尾都不停地看到嬰兒車 可能有十多輛嬰兒車不停地在身邊經過 你就大概知道是甚麼人居住 嬰兒車吧,嬰兒車吧,嬰兒車吧 這樣也有四輛 在一個Wideshot裡面可以有五、六輛嬰兒車 走吧,有車 在這個區域有很多人居住 那些年輕人居住 所以你除了在街頭看到 抱歉 很多嬰兒車之外 你會看到有很多重裝店 還有幾家玩具店 在這條街上 這區最多就是無獨自的咖啡廳 這條納豆樓路由街頭到街尾 不是說Gales,Costa,Café Nero 那些連鎖 我真的在說自身的店 起碼有十多間咖啡廳 我自己喜歡在英國居住 你住的區域就試了這麼多間咖啡廳 或者試了自身的餐廳 這條納豆樓路由街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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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 這是因為比較煩生 可以工作 是比較親屬 這裡很那級 孩子都那麼可愛 是的 我們剛才走走走走在香水店 遇到一對本地的夫婦 我們就說他們在這裏住了十年 他們住到想買賣就會把他的房子 但這間業處就不願意賣 他們就在同一條街的路 買了另一間屋可能想搬走 現在想找組客頂他們的租金 但剛才他們都說住了十年 由於這個區域很好 他們都完全不想搬走 在North Cultural 除了咖啡店 有些童裝之外 你也會看到我身後有些時裝店 賣眼鏡的店 也會有些護膚品店 例如你會看到有AZOP 接著會有PIL 在街上全部都有 你覺得這區很友善的地方 你覺得像香港是哪裏 很像 比較難 感覺 有些HIGH STREET 你覺得有一個區比較像嗎 沒有 難得我抓到你 所以我要問問你 可能北角那些 好像上了少少 靜點 靜點 但是有些社區 對 我覺得像西營田 對 有些小店 好啊 好啊 希望你在這裏一切順利 好開心 遇到你 這裡不是很多大商場 但是有很多這些小小的 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果果店 芝士店 工廠店 就比較有社區感 所以我覺得這區比較像西營田 真的像西營田 有一種好像變成一角的感覺 有薑餅 有時候感覺就是有這東西好 好 好棒啊 閃眼看 千多磅原來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是千多磅 這裡普遍一些 例如兩房 一兩房不是很新的 這些舊舊的都要 兩千多磅 這個 Catham Common 二雙層 EPC Rating D 也要278磅 一個月 下面那間 EPC Rating E 的三房 要298磅 一個月 這裏最多人擺心思和時間在家裡 就是它的家居 這條街都有很多 例如這些專門是家品店的東西 譬如這個浴缸就真的很棒 還有我們看到有一間是專門賣不同的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間就叫做Radiator Center 你經過看到這些一塊一塊不是啞鈴 其實就是全部不同款的Radiator 甚至乎有一些 例如是花紋這些Radiator都有 好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Catham一日遊 我看看這一個 我覺得很有社區感 又方便 亦都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倫敦我自己最喜歡的區域 在這裏的供應很少 我們這裏附近基本上全部都是矮樓 只有一個房間 叫做Catham Junction 如果想知道這個樓盤資料的朋友 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如果你有其他的地區 想知道多少少 或者想我們親身和你去看看 亦都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下次再可以和大家介紹 其他倫敦一些好的住宅區域 下次再見 拜拜